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就來第二集的放工去那兒 這個背景很陌生 這裡就是我老闆的房間 因為他收工了 我又不想經常在升降機說話有暗 所以我就正用了他的房間來給我這樣拍 他不黏的 我今天終於不是跟男朋友出街了 其實我是有朋友的 我今天會去找我的朋友吃飯 然後為什麼會拍呢? 就是想跟大家去經歷我的第一次做Gelgap 既然我有這個第一次 當然是拍片給大家看看 究竟我做完Gelgap會是什麼樣子 我們現在下車了 我朋友應該在餐廳等位置 我想我今天不會見到男朋友 誰知他陰魂不散 對呀 他會走了 我今天不會再見到他 他打派 你快點走 你怎麼走啊 我是不會理你 我先找車 你自己研究一下 我把他的袋放進去 因為明天我們是一個非常充實的一天 所以我不可以先去他家放下我的東西 之後再出飯 所以他就造就了今天要見到他了 藏在一幕掛著你 他說有緣千里能將會 我放了公子走走走走 乘坐巴士來到就撞到你了 送走他之後 我就跟我朋友吃了一間叫麻麻雲吞雞的地方 我覺得很適合女生吃 因為他裡面的東西全部都可以點半份 不過我們兩個人是點了七碟食 很過份 其中一碟還要是全份的 鹹蛋炒四季豆 我朋友要求的 還有些水煮羊肉 那一晚超飽 我們吃完東西了 是不是好像情侶 是為了一隆重介紹 這就是我第一個在我的影片出現的朋友 哈哈哈哈 但現在因為很頸殼的關係 我們就要去買東西喝 自從喝過喜茶之後 我對於芝士奶果這件事 是有點著迷 所以今天就買了冬喜茶喝了 去到我朋友家 在我不停玩他的整指甲工具的時候 他就很努力幫我做準備 一會兒整指甲的東西 由於我是第一次整指甲的關係 但是我跟朋友說了我想要的感覺 他就幫我決定所有東西 包括配飾和上面的飾物 我很信得過他 好了 我就回到家了 現在已經是十二點多了 幸好我選了一個星期五去做指甲 我沒想過第一次做指甲 原來要做這麼久 之後 你也知道在朋友家裡聊天 搞些搞路 很快的時間就十一點多了 然後他回到我家裡 又要轉車 那就超久了 然後加了一些月亮 我覺得 顏色很漂亮 但是在我的手上做這些指甲 其實難度也挺高 因為我之前有提過 我是剪指甲 指甲很小 是小學生的尺寸 所以這個月就先做這樣 然後 希望他可以長長一點 因為看不到白邊的話 我就不會很高興去剪他的話 應該下個月再找他去幫我做的時候 就可以 指甲大一點 花款可以多一點 他很慘 因為他是第一個幫人做指甲 就是幫我 而我也是把我的第一次奉獻給他 我們兩個都好像雞手鴨腳一樣 那這個就是我的其中一天 放工會做又比較特別的事 想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都喜歡這個系列的 繼續給我Like 和Subscribe我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下一次會做些什麼 應該都是自己出動的 那下一次的放工去禮 下次再見 拜拜